奥迪作为德系三强中的豪华品牌之一 凭借着不错的品质感 口别表现 长期称霸国内销量榜第一的位置 赢得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特别是在科技感方面 奥迪的确相比奔驰宝马做得更加出众 华丽的奥迪大灯 智能的三瓶科技座舱 的确不负奥迪世界登场 科技奥迪之名 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 奥迪的科技科技座舱 令无数消费者着迷 当年凭借着漫威电影 复仇者联盟4中的精彩演绎 奥迪RS1TRAJT车型 在国内名声大噪 科幻的外观和极具未来感的科技配置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此奥迪1TRA的名字 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科技的象征 与此同时 奥迪也是最早提出 停止研发内人机的豪华品牌 这更加奠定了奥迪在象征 未来科技的新能领域中的品牌地位 消费者也更加期待奥迪能带来一些 像RS1TRAJT般科幻感十足的成品 而奥迪也是不负众望 终于推出了专门研发纯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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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车多达20个高杆式元件的加持下 实现了多达13项L2级智能驾驶辅助 带来了更智能安全的电动出行体验 基于M1B纯电平台赋能 还让Q4一处的乘坐空间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在整车尺寸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它的轴距可以达到2765毫米 这一媲美中型SUV的乐器水准 实际体验下来 后排腿部空间足足有三权 足以媲美奥迪Q7 并且还能拥有520升至1490升的中型SUV后备箱空间 放到后排座椅之后 车内秒变双人大窗 加上地台也是完全纯平 大量的隔音降噪处理 静密性堪比头等舱 灵活多变的舒适大空间 完全就是越级的豪华享受 或许国内的新势力车型给人的印象就是 电动车的加速性能都很暴躁 而QC1处的表现就相对保守一些 但绝对算不上差 这款车提供了后驱单电机和四驱双电机两种版本 最大功率分别可达204马力 313马力 相当于奥迪2.0T的高功率和低功率版本 零摆加速分别为8.4秒 6.8秒 但是两种动力版本各有优缺点 后驱版注重程序行 全系均标配84.8千瓦时大容量电池 后驱版动力弱一点 但CLTC工况下续航可达604公里 基本上解决了电动车的续航焦虑 四驱版是以牺牲续航为代价 虽然动力强 但CLTC工况下续航为543公里 其实也并不差 因为它还有奥迪智能BMS能量管理系统 精准管理之下 眼前的数字就是能够抵达的远方 还原更真实的续航里程 同时 电动夸手四驱能够带来更好的脱控能力 相比两驱版行驶质感 稳定性更强 所以两种版本各有优缺点 总的来说 在科技感方面 奥迪依旧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 奥迪将科技感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准 从Q4一丑科幻的外观 前卫的内饰 以及智能化配置方面 所散发出的浓郁的高科技氛围 着实令人着迷 关键消费者获得这些科技感的成本并不高 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那么对于这款车 大家怎么看呢 点赞关注 我们评论区见